希望我弟弟谢宁成 他现在他在外面所做的任何一切 是跟我们家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希望那些外面的那些 带主也好 还是什么人也好 不要再骚扰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真的是 老人家 真的需要 过个比较平静的生活 因为全部都是身心 已经很疲累了 又生病之类的 已经很折磨了 希望外面的人 是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 他所做的一切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在这边 我们希望说 这个造识者 这个年成 在外面 能够改过自己 新鲜的面 那父母都已经做到 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他再不改的话 社会也来勇敢